生肖属牛的人,为人诚实,厚到稳重,做事很有责任心,是一个从来不会辜负他人的生肖。 在生活中,属牛人虽然缺乏浪漫,但却是一个值得依靠和托付的生肖,他们对待家人体贴有加,而且属牛人命中待财,虽然年轻时会吃一些苦,但是婚后的萧牛人,如扬帆起航,成就不可限量,虔诚无忧。 属马的人性格豪爽,大大咧咧的,他们的形式风格,非常招人喜欢,很多人都喜欢生肖马,喜欢生肖马的个性,喜欢他们能言善辩,喜欢他们做事有时有钟,所以这一辈子,生肖马福报深厚,不缺钱,不缺爱,还有富贵,财源广进,顺风顺水,将来走上成功之路。 生肖蜀龙的人,天生尊贵,他们命格高贵,为人勤奋,不管生活还是工作中,萧龙人都是一个十足的好人,他们富有独特的人格魅力,有担当,有勇有谋。 而且属龙人命中带财,注定会成为富甲一方的存在。 只要他们能够抓住机会,努力表现自己,必将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福气满满,名利兼得。 兔年出生的人,天生自大夫贵命。 从一出生,便好运不惜,而且他们多数天赋秉承,头脑灵活,财运旺盛。 不管是学业,还是事业,都顺风顺水,成就不凡,发家致富。 要是男人的话,必能博得千万资产。 若是女人,有望成为老板娘,大富大贵,呼风唤雨。 人的面向会随着时间改变,但骨像是一出生就注定好的。 旗鼓,天生富贵,有权势,一生不缺钱财。 生就旗鼓,为人贵,呼风唤雨有神威,一生富贵,生民远,不在官场也发财。 施鼓,自力更生,是创业命格,晚年财富更多。 此鼓生来不靠祖,成家立业全自主,坐等天才也会来,晚年一路更难数。 曝鼓,头脑灵活,如果能专心在一个事业上,以后也能有大发展。 生来此鼓四变快,东奔西走不俱才,聪明伶俐顶心,缠工未来可折贵。 鹿鼓,无忧无虑的命格,要小心小人作怪。 此格生来好自在,一生一时总无亏。 东南西北到处游,防御小人跟头仔。 熊鼓,天生福气,感情生活稳定,子女聪明有成就。 熊鼓生来好福相,遥遥百百无忧患,父亲爱撑家门,一代要比一代强。 猫鼓,为人慷慨大方,若没有培养储蓄习惯,小心晚景凄凉。 此格生来真慷慨,东西发财亏南北,千金散尽不复来,需防老年独自卑。 鹏鼓,特别有某方面天赋,抓准机会,就可以一鸣惊人。 生就鹏鼓天性高,浩天阵翅好逍遥,清云直上风送集,晚景昌容乐淘淘。 鹏鼓,为人有义气,但凡事最好以何为贵,以免后悔终生。 生殖鹏鼓性格傲,未有尽力两肋刀,刀快须防下山枣,见光早脸没出窍。 鹊鼓,平凡而有些许财富,如果能多帮助他人,更有福分。 鹏鼓,却会虽小能的是,衣食风龙人不及,做适量小步君子,从来自扫门前雪。 鹏鼓,做事虎头蛇尾,要提早养成储蓄习惯,以免晚年凄凉。 此鼓生来好气派,可惜做事无头尾,多学少成空费力,嘴大更须早脸财。 鹏鼓,忙碌多操劳,但晚年可以享福。 此鼓生来喜欢游,穿舟过府无休止,一生劳碌无祖业,晚年衣食总无忧。 归鼓,与世无争,但抓准了机会,就能名利双收。 此隔生来清静心,与人无争,自在身,一朝时来又运转。 旁人方知是归金,几月出生的人,把父母放心里,是家庭为忠心,孝顺更有好出息。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,寄托住父母的祝福。 每一个孩子都是可爱的天使,但出生月份不同,未来的命运也会大有不同。 其实孩子将来成功与否,与他们的出生时间大有关系。 有的孩子注定是福气满满,事事顺心,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。 子女作为父母爱情的结晶,自然被寄予厚望。 其实孩子将来成功与否,与他们的出生时间大有关系。 人胜磨时候都不能远离家庭,如果能把自己的心稳在家庭之中,做一个孝顺的人。 浪磨在事业场上也不会吃亏太多,毕竟有了归属感,有了责任心,一切的发展才会更加顺利。 也让自己有了根,诚如以下几个月份出生的人,他们是非常孝顺,而且也十分厚道的人,能够在事业和生意上站稳脚跟。 首先不离弃家庭,成功自然也不会离弃他们。 农历二月出生的人,他们的家庭观念很强,而且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很珍惜,很愿意为父母奉献自己的一切。 他们从小到大都尽可能地让父母少操心,很多事情都独立完成,而且早早就学会了如何过日子。 因此,父母觉得他们非常地有出息,也会对他们寄予厚望,将来有什么好资源也都会想到给他们。 他们先付出了孝顺,再得到了家人的支持,所以在事业场上基础也会很好,能够早日进步,不但抓得住成功机遇,而且还有希望成为人上之人。 农历八月出生的人,他们天生就很重是自己的身边人,对朋友尚且非常厚道,对家人就更不用说。 他们首先是付出在前,而很少去和别人索取,对自己的父母也十分地有孝心,因此身边人都会对他们露出笑脸,也让他们信心倍增,得到鼓舞,在许多方面都能够表现出最好的状态。 因为自己是一个很有后劲的人,所以生活中的机遇大部分能被他们抓住,而且也有了家庭的撑腰,可以了无后顾之忧,从此在事业上一帆风顺,最忠实现家大业大的好光景。 农历十月出生的人,他们的性格很温柔,而且也非常理性,对自己身边的人都格外地珍惜。 在他们的世界里,家庭是中心,而事业则是让自己感到充实,让家人感到幸福的源泉,所以他们会尽心尽力地工作,不让家人操心。 自己也能够把每一天都过得特别有意义,因此大家看到了,都会觉得他们是一个可造之才,在职场之上也会得到领导的赏识和提拔,好资源都被他们占据了大半。 迟早能够在事业上拥有一席之地,从而抓住一切机遇,让生活不断闪闪发光,成就不俗的将来。 福气的相指,女人这基础常志,不仅忘夫,子女也有出息苛刻,代才千万不要去掉。 相述文化博大精深,志向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,志向代表的是一个人在各个方面的运势走向,这让对事业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催动和阻力。 虽然我们不能说运势代表一切,但它却在暗自发挥着作用。 人的身上都会长志,不同位置上的志寓意也是不一样的。 有很多人因为志不好看,就想要将其去掉。 烂摩尤其是女性这几个部位长志,千万不能去掉,这是有福气的相指。 手心 手心